手游酷玩 然后我的这个位置有点刚刚 就感觉和这个墙有点融为一体了 在上一次10月份的 10月末的一次更新当中 这个排位赛已经是重置了 然后不只是排位赛 然后很多东西都开始改变了 就比如说出了一个新的火力对决模式 然后并且调整了一些东西的固定刷新量 然后并且这个还是对排位进行了一个结算 然后会给大家一些结算奖励 我自己好像发现 感觉好像四排的分比较好上 目前来说四排的人比较多 然后匹配的速度也比较快 然后分也比较好上 相对于来说 大家单排就有点难了 因为大家玩游戏的都知道 一旦在三季初和三季末这两个时间段 基本上这个地段位就是这个带链横行 虽然我不清楚这个游戏到底有没有 但是我估计应该会存在 基本上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你随便碰到一个老哥 基本上就是枪法贼准 然后贼会找掩体 并且你根本都不知道他从而出来给你打死 我自己玩的很多游戏都到这个赛季结束时期了 然后大家也是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忘记达到一个最低奖励的要求 然后没领到这个赛季奖励 这样的话一个赛季呢 基本上就是白搭了 有点不太划算 远程举玩黑 也是狙死了 从山上跑下来一个人 这个老哥好像也是 看见我 看见我弟一下 然后他开始跑的时候 回头想狙我 然后没想到这也要我带走了 先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不知道附近什么地方有人 但是我还得继续往毒圈里跑 因为现在安全区虽然说没有爽 早点跑进毒圈呢 还是可以占据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 现在呢 也是开始在这个山崖上走 这个地方呢 就非常的危险了 大家在这个地图上呢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太过于激进的滑下去 然后滑的时候呢 要稍微找一下你底下落点 就是你底下落 没有落脚的地方 你突然蹦下去那简直就是必死无疑啊 现在呢 也是继续往前走 但是 我也是 哎哎 等会啊 这个空头到底是怎么落呢 先看这个空头决定一下 如果这个空头往前落呢 那我就去找一下 哎哎 不对 兄弟 哎哎哎哎哎 我吐了 不是这 我就看了一下空头 然后 哎 这确实是自己有点装了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啊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大家有信 呢 依然是和平行英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首款 感谢您的本次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 咖啡 咖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